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靠自己的本土公司来提炼生产稀土 但是由于缺乏加工设备 提炼技术 年产量只有1.5万吨 相当于稀土总量的八分之一 MP Materials是目前美国唯一一座稀土矿 芒庭帕斯稀土矿的矿主 自1948年开矿至今 这座土矿直到现在为止 其东家是一主多次 但是唯一不变的是 这座矿仍然在依赖中国的稀土加工院 据统计该矿每年有超过5万吨的稀土 会被运送到中国进行加工 且这一数据在逐年的递增 最近这座美国唯一的稀土矿主 在大力的招兵买马 投入了2亿美元来开封 其本身在矿中的其他设备 并建造大型的烧备炉 并计划到2020年 员工的数量会从200人增加到400人 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 稀土的演练成稀土金矿后 需要进一步的加工成为稀土磁体 才能运用在5G制造以及飞行器材中 特别是目前主导的稀土磁体加工市场 还是在中国 美国唯有向其他国家来求助 美国最先找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莱纳斯股份有限公司 是除了中国之外世界最大的 稀土矿提炼和加工厂商 在今年6月份 莱纳斯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 蓝线公司签署了协议计划 在美国设立稀土分离设施 但是澳洲的莱纳斯被爆出了 在马来西亚关丹市的稀土加工厂 遭遇了废水和污染物处理的 一系列的问题 当地政府要求其先整改 才能拿到新的许可证 莱纳斯在马来西亚的 关丹的这座稀土加工厂 是在中国之外唯一能够进行的